大家好,欢迎收睇一语导播 今天怎样都要讲讲油 因为油就突然间又飙上去 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事 大约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和后市是怎样 自从二月初的时候 也不是月初的,是二月二十几日 俄乌冲突之后的能源价格不断飙升 WTI就是纽约原油的旗油价格最高飙升到130美元一桶 之后在美国释放战略石油慢慢随随回落 我都在这里讲过 他们有很多板斧令油回落 例如在期货市场那里做手脚 油就下回落 最近就去到80元以下 9月26日最低还做过76元二号半一桶 相当之好 总统拜登还有一个月左右 总统在竞选民主党中期选举 参众两院看看有没有机会 油价下回来80元 那就是意味什么呢 汽油价去回4元留下一桶 那很开心 或者4元附近平均 那在这里沾沾自起的时间 石油输出国就是OPEC 和其他产油国的同盟 就变成OPEC家 上周三就在奥地利加维也纳 他们的总部 就举行面对面的峰会 这次是这个疫情 就是2020年3月以来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 第一次面对面的峰会 面对面是很重要的 对不对? 不会被人偷听到 出席的当然是有油组的成员 包括他们的能源部长 或者石油部长 或者能源大臣 那最令人瞩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刚刚被美国制裁的俄罗斯副总理 Alexander Novak 亦做洛瓦克 亦有份参加 出席这个会议 你看一下这个情况 是挺热闹的 那这次峰会的结果是怎样呢? 大家都知道的了 你听一下新闻 看下的headline 或者看下报纸都知道的 是吧? OPEC加呢 就由今年的11月开始 就每日呢 就减产这个 200万桶 相当于 全球每日产量的2% 2%很厉害的 那他们的说法 是容易维持原油价格的稳定 那其实明眼人呢 都看到 那麽大幅的减产 是吧? 中东的石油 就是产油国 和俄罗斯 就是说明 都是看下摆灯眼眉的 是吧? 那这个世界呢 就有因有果的 是吧? 我常常都说 病从口入 你吃错东西 就会肚痛 会肚饿 这些什么 那这是后果来的 是吧? 禍从口出呢 就是你说的东西 出了街 就像潑出去的水 收不回的 尤其是特罪人呢 就更加是 就不知何时 就是 有报应的 是吧? 事源呢 其实就是2018年 当时 华盛顿邮报的记者 是沙特的记者 就卡书吉 就被杀 那美国呢 就认为 是沙特王处 和摩克密特 他是做这个 幕后黑手的 那都不要紧 那你猜而已 但是拜登在2019年 他的选举 那个预演里面 就出言不信 那你就这个 你知道 他一开始就climate change 那第一样 就是说要改变石油的生态 transition away from oil 意思就是说 不要用那么多fossil fuel 就是化石燃料 第二个就很重要了 他就说要让沙特呢 在这个国际舞台上 成为这个 贱民国家 贱民 英文呢 就是p-a-r-i-a-h paraf 那么 别人呢 就听在耳里面 也都记在心里面 那你强权 我免得跟你吵 是吧 看又怎样了 那我们下半场呢 就再看一下石油价格 好 大家好我是王冠一 个个都叫我王sir 现在加入我的patreon 就可以率先知道我独家对市场的分析 patreon会员将会享有专属限定内容 每星期的独家影片和文章 为你分析环球投资市场 还会以宏观角度 对股市 外汇 债券 商品资源等市场 作前瞻性的分析 每月直播 我会和侯天同师傅 轻松唱谈环球经济 和玄学的知识 还可以用会员优惠价 参加我的webinar 小小的付出 随时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回报 立即继续我的patreon 全新2023年 套年天同馆福治通胜 已经出版了 我上年的预测都一一仍然 海上事故 楼价回落 旱灾风暴都相继发生 未来2023年 就是要留意火 火灾会频生 甚至有火山爆发的机会 总之大家要加紧防火 除了十大预测 每日通性 和十二生肖运程之外 还会教大家如何吹吉避空 大家即上明报power up 网站购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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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